后疫情时代 新北市政府鼓励企业主做公益来振兴经济 在三支区的圆山里有位企业家 就成立了林芳景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 每年都会带着物资回馈圆山里的弱势家户 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 改采分时分批 让民众前来领取 在宋爱的同时也兼顾防疫 林芳景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的创办人 事业有成来到三支区 圆山里落脚 为了回馈地方的乡亲 在里长的争取之下 林芳景金会将原本要在年末捐的物资 改到年中来发放 就是希望在弱势家户物资最缺乏的年中 带来最实质的物资关怀 本来是说 今年一遍点 个年的时候 我有给它建议 个年的时候 物资比较多 希望可以到六月的时候 台米食用油以及端午节应景的兵重 林芳景基金会希望借由民众最需要的民生物资 带给圆山里的弱势加户 而每年都赠送物资的现场 今年也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关系 采取分时分批前来领取 避免群聚可能造成的感染风险 那在这疫情期间 所以我们也特别分流分时的方法 来做好一个防疫的一个工作 那我们也非常开心 今天里面都非常踊跃的来 前来领取这个物资 那我相信在三支区公所的 区长他们的协助之下 还有我们里长里干事的协助之下 我们把这个方景的爱 永远永远的都传递下去 非常谢谢大家一起来的参与 那我们市长也特别提到 因为防疫已经解禁 那目前我们也要来拼经济拼光光 那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有一些三星团体 大家能够来一起来做爱心 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一些 我们的一些好朋友们 那借此来做一个正向一个善的一个循环 一起来提振经济 区长也来到现场 感谢临防景基金会的善举 并且颁发感谢状 此外区长也指出 在后疫情时代 除了防疫新生活 市府也鼓励企业们振兴经济 并且化作善心 帮助更多需要被帮助的家庭 让经济变好 若是交互的生活 也可以变得更好 记者要评韩三支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